那2月22号元宵节呢 唐人影师的一众小伙伴是纷纷前往了台湾地区开这个年会啊 总结2015年一整年的发展 一哥胡哥一姐刘诗诗自然是盛装出席 你也许会觉得这是一场非常简单的公司年会 但是我们却看出了不一样的内容 那就是继讲信服之后呢 唐人又有一人解约了啊 未来的一哥一姐胡哥刘诗诗的接班人也是浮出了水面 一起去看一下 2月22日下午 媒体记者早早就守候在机场大厅 为的就是第一时间捕捉到胡哥登陆宝岛的画面 各位三年再度来台有什么感想吗 很亲切亲切亲切 我怎么到了这里就说话变样了 我们胡哥这么亲切可人 可是对方记者就太不敬业了 提问也是够叫人尴尬的 那你什么时候会有失踪呢 这位宝岛同仁看来你是没看过去年热播的东方卫视台庆剧 大好时光咯 我一直在演时装 在古装呢 古装 也一直在演古装 好谢谢 到了晚上正是跟大家见面时 西装打扮的胡哥再次帅出了新高度 到了采访环节 当地媒体朋友的热情直接吓到了胡哥 采访正式开始 记者们开始打听胡哥的婚恋状况 这次有带女朋友一直来 你是说来台湾找一个吗 可以吗 有兴趣吗 可以 可以啊 考虑一下 之前主持人小S对胡哥誓言的梅长苏一觉 展现出了疯狂的迷恋 这次本尊现身台北 小S却飞往米兰看秀 两人只能遗憾错过 很可惜 你想见她吗 想啊 就是在我眼里是一个 就敢爱敢恨的一个女生 她就是我心目中 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泥皇 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来到老公吴奇隆的家乡 唐人一姐 刘诗诗的心情那叫一个好 聊到老公吴奇隆 诗诗的嘴巴 可是要上阳到天上去咯 一周年 应该差不多一年了吧 赶紧 是不是在忙着筹备婚礼 筹备的如何呢 哈哈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个不方便 对对对 还是回到唐人年会本身 首先签到墙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显而易见的是 墙上几位明星正是唐人影视 目前旗下的艺人 只是其中的排位大有学问 首先 此前正在和唐人闹解约的蒋敬夫 自然是没有出现在上面 可是我们发现 2013年签约唐人的演员孙一舟 竟然也没有出现在签到墙上 显然孙一舟已经默默地和唐人解了约 而且分手应该挺愉快 也难怪2015年11月 唐人出品的电视剧《情诗明》发布会上 作为主演的孙一舟并没有现身 无论是从入行资历 还是目前的人气 截篇规格 胡歌和刘诗诗都是绝对的唐人一歌一节 从签到墙上可见 他们俩正下方所对的两位演员 韩东军和胡冰青 自然也就是新生代中的力捧对象了 两人还搭档主演了电视版《乘返20岁》 见到冰青第一次是在年会的时候见到的 然后这一次在图里是第二次 我就感觉他给了我一种很纯净的感觉 对 所以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感受 两位新人的绍捧程度 从他们出演的作品中 叶柯一只小一二 韩东军作为男主角 主演了唐人出品的代表作 《仙剑奇侠传》第五部《林之凡》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胡歌接班人 而演员胡冰青和唐人一姐 刘诗诗神似的长相气质 更是显示出了唐人 从始至终的捧人条件 只是如今各种小生小花 层出不穷 就是不知道唐人这次 能否再次压重榜 成功捧出胡歌刘诗诗第二 我们拭目以待 新闻再现 综合报道